嘉義市有六十二歲 男子清晨六點多騎車出門 結果當時他的鑰匙 不小心掉進水溝孔裡面 當生手想要踩到排水口裡面撈 沒有到鑰匙沒撿到 手拉不出來了 白黑褲穿脫鞋的男子 趴在住家前 模樣狼狽動也不動 原來他的手卡進遠洞 消防隊員拿沙拉油潤滑液 肥皂水通通沒用 只好出動破壞器材 用燥機和電鑽破壞水泥路 消防隊員擔心他受傷 還拿棉被把他包住 一邊鑽一邊用手挖 大電鑽鑽一半再換小的慢慢敲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男子總算脫困 他的手臂紅腫 消防隊員將他扶到一旁休息 只是好端端的 為何手會伸進洞裡 六十二歲男子伸手撿鑰匙 反倒卡到雲形排水孔裡 奇怪滋事讓路人上前關心 在消防隊員幫助下獲救 也成功找到機車鑰匙 記者張俊榮 許雄文嘉愛報導 記者 李宗盛